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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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下 也是我们现在需要了解的 就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说马克思认为 我们在讲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国家在讲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时候 我觉得是缺乏一个历史的观点 那么马克思在讲科学和技术成为生产力的时候 他强调一个重要观点是什么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的现象 就是它不是从人们有生产就有的 而是一个历史现象 这个历史现象主要的说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 发展的一产物 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一个产物 也就是说呢 你要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就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就要说明这个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的发展 什么样这个科学技术是如何成为生产力的 就是说我们在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候 我们要说明科学技术是如何成为生产力的 以及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 给人类历史带来了 带来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这样的马克思在 就关于这个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上啊 就呈现出两个 两层思想啊 一个是逻辑上的 一个逻辑上的 一个是价值层面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在逻辑层面上 也就是说在技术的层面上 马克思要说明 机器生产的运用 机器生产的运用 是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技术前提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 是生产力是不可 科学技术是不可能成为生产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考察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 什么样科学技术是如何成为生产力的 为什么古代社会啊 这个科学技术它不是生产力 而我们现在要理解它为生产力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技术前提 第二个是在价值层面上 在价值层面上 要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就是要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啊 来揭示科学技术 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那么资本主义把这个科学技术 运用到这个生产过程 它对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 就是它的价值方向度是什么 一个是它的技术基础 它是如何运用为生产力的 第二个是讲它的这个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价值向度 那么由于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既是它的生产力理论的一部分 又是它的资本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从历史的整体的观点看呢 我们只有结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啊 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机器生产 机器生产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技术前提 就说马克思啊是把这个 是把这个机器生产啊 作为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技术前提 就是马克思认为呢 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 直接服务于生产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是以机器生产的应用为前提的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马克思啊专门考察了 机器代替手工业工具进入生产过程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马克思认为 以机器代替手工业工具进入生产过程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资本家我们说的啊 资本家他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个获取价值 为了获取价值他必须要提高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就是说提高生产力的结果是什么 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价值 我社会必要劳动是五个小时做一个杯子 那么现在呢 资本家呢 如果我采取你这个人工啊 可能要做五个小时 但是我采用了机器生产 我可能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做一个杯子 那么也就是说 你手工劳动是我的这个人工劳动的五倍 是我的机器劳动的五倍 那么我 但是我跟你买 如果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我是用五块钱卖出去 五块钱卖出去的话 你手工劳动五块钱你就可以维持生产 但是对于我资本家来说 我只一个小时做的 就是只花一块钱的成本做的 那我是不是赚了四块钱 是吧 我赚了四块钱 所以呢 这个机器劳动啊 实际上是什么 就把你当个的 你机器越先进 你越先进 那么你的这个当个的产品的成本的价值就越降低 所以呢 这样呢 就是采用了这个机器 所以机器呢 生产呢 它本身是什么 是为资本家赚取 就是获取资本 获取价值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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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机器生产 马克思又说 机器生产和这个作为生产工具和手工工业工具作为生产工具有什么区别 那么就比较 机器生产和手工工具有什么区别 就是马克思啊 就认为啊 他们有两点区别 第一个呢 就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来看 机器是资本家用于追加不变资本中的剩余价值 就是说机器的运用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 就是价值增值的过程 也是资本家把它作为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 资本的过程 就是说这个它运用什么 机器啊它是一个价值增值 因为我可以运用机器可以降低这个生产啊 资本家为什么要不断的用机器呢 是因为这个机器可以带来我的带来它的利润 可以说它是一种死劳动 是一种死劳动 但是它可以啊使你这个价值增值 所以呢 马克思就说在这里 机器和手工业工厂的这样一个简单协作和分工是不同的 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 是制造出来生产力 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机器生产它本身生产力 它可以创造这个价值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机器具有价值 马上说机器具有价值 我只要采取机器 我就可以产生这个价值 所以它是作为 它作为商品 直接作为机器 或间接的作为 必须消费掉 以便使动力所具有的形式的 这样一个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 所以马上说在这个地方呢 作为机器 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 作为不变资本而起作用 所以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 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 加到产品里面去 也就是说呢 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 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而变贵 所以这个马上就说 他说机器啊 本身就制造生产力 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这是第一个 而和这个不同 手工工具是什么 它提高生产力的方法是什么 依靠这个简单的协着和分工 就是对于资本家来说 就是说它是一种无赏的自然力 呃 我们大概一个人做做的慢了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流程 然后你做一个我做一个 都我们都是用缝冷机做 那么这个流程肯定是肯定就是说 它是一个协着分工的方式 它可以提高生产力 但是它是什么有限的有限的 呃 那么机器呢它却不是这样的 你你用这个缝冷机做衣服 你是这个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流程做 是吧它是但它还是在手工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但是我现在的这个大机器之一 因为我可能用这个大的机器啊 一下子整个用这个把它压下来 或者用机器把它转下来 那个部都是转下来的 所以这样呢它就生产这个方式就不同了 它不是一种自然的这样一个自然的力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力量 是一个社会的力量 是一个资本的力量 所以呢这个 马克思说手工业工具呢是一个无赏的自然力 因而呢它是不具有价值的 它不具有价值的 它不能就是说你这种合作啊协助啊 不能成为生产力 它本身不是生产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区别呢 它说从这个机器和手工业工具的 这样一个结构来看 它对于这个 以及它对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意义看 就是说手工工具它是什么 它是能的工具 这手工工具啊 它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是价值真值 一个是无价值的 这个手工工具是什么 手工工具是一种能的工具 能的工具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使用 它要受到能的身体器官的限制 受到能的器官限制 也就是说呢 它受到能的自然力的限制 受到能的自然力的限制 但是呢 机器就不同了 机器是一个系统 机器是一个系统 马上说这个系统啊 它有三个部分构成 一个是发动机 一个是传动机构 还有一个工具机或者是工作机 它说由于这三个机器构成啊 那么发动机呢 是整个机构的一个动力 就是它自己有自己的动力 这个能工工具啊 它是什么啊 它是由能操作的 是吧 由能操作的 这个动力就是在能 我能不动了 它也就不动了 所以它总是和能相联系的 但是马上就说 这个机器生产呢 它自己有发动机 自己有动力 呃 它活着产生自己的动力 比方说蒸汽机 热力机 电磁机等等 或者呢 受到外部的自然力的推动 比方说水车 受这个落差水的推动 封没收封的推动等等 那么这就是说 它自身有它自身的动力 那么第二个呢 它说传动机呢 呃传动机构呢 它调节运动 它调节运动 它和发动机的作用啊 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 因此工具机呢 就抓住了劳动对象 并且按它的目的来改变 那么工具机呢 也不是能的工具 它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 一个机构的工具 就是说这种机构呢 在取得了适当的运动以后 它用自己的工具 来完成过去能工类似的工具 所完成的操作 所以这个工具啊 它不需要受你能的 这样一个肉体的 这样一个限制 它可以整体的自我运作 自我运作 那么这样一个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它有动力 是吧 它有内在的动力 自己发动 它不需要你能发动 同时它有传动机构 可以把你的这样一个动力机构 传送到工具机上面 而工具机呢 又自动的作用于它的对象 作用于它的对象 它是不是成了一个大的机构 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这个独立的机构啊 相对独立的体系 那么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以后 它就什么 不受你能控制了 不受你能控制了 所以这个机器生产呢 和这个能工具的生产呢 它完全不同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系统呢 机器就取代了单纯的工具 不再受能的器官的限制了 不再受能的器官限制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两个区别 就是机器生产和手工工具的 这样一个 这两个区别啊 就是 就是说 机器的出现呢 就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那么一个变革呢 是改变了手工业工厂那种 单简单的协作和分工 它创造的是什么 大工业的生产和世界性的分工 这种分工啊是一种什么 有机器规定的 你要你在这个落实上做 你就必须要做这一个环节 所以那个作弊 你为什么描述啊 这个机器生产带来了人的片面发展 我只会这一个环节 我不会别的 所以现代社会分工是什么 一个人你不可能行行都做到 你必须在这个分工里面 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且这种通过这种专业化来发展自己 所以机器生产呢是什么 是只能的活动啊 整个劳动专业化了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 这个创造了大工业的生产和世界性的分工 所以机器的是大工业特有的技术的基础 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 也就是机器本身 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 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和自己相应的这个技术基础 而手工业的技术基础的 是建立在经验的性质上的 它不是工业的性质上 那么这样一种基础的对立了决定了 机器生产必须采取 与手工业工厂那种简单协作和分工 完全不同的生产和分工方式 这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集中 以及世界分工的形成 因此的机器的出现 绝不是简单的工具的改进 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而是一种生产方式变革 那么这样一个变革呢 作为这个生产的技术 技术的一个这个冲突呢 那么产生的是什么 大工业必须通过自己的技术 突破这个工厂和手工 这个手工业和工厂的限制 把机器生产从一个部分扩展到各个部分 从工业扩展到农业 从生产领域 然后扩展到交通运需 形成这个世界性的这样一个生产规模和分工 把整个世界都转入了资本生产 所以这个机器生产的本身呢 就是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开堂讲的第一个 你们把那个笔记翻一翻 我们是不是讲了第一页讲 机器生产是整个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基础 也是商品生产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结构 它是这个由于机器生产 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它是什么 资本主义生产呢 获得了自己的技术基础 是资本主义生产典型化了 就是19世纪40年代 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 19世纪20到30年代的 英国法国和德国相继发生的产业革命 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 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 引起的第一个社会变化 就是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 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 皆从而来是这样一个变化 你们看看是不是 这个地方就专门讲的就是这个 机器生产呢 对于稳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是马克思哲学 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产生的重要基础 也就是马克思啊 能够研究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呢这是这样 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机器生产的这个变革啊 对于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样呢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就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变革 那么另外一个变革呢 就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就说生产力的发展 越来越依靠于科学技术 生产力的发展 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 同样的科学技术也越来越通过机器的改进 而进入了人们的生产过程 进入了人们的生产过程 成为生产力的内容 就是现在就是以前人们如果生产科学 所以从了这个由于这个机器生产呢 由于这个机器生产 把科学技术这个吸收到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成为生产力了 所以这个科学家才走向了职业化 在这个之前科学家只是个人的爱好 因为生产不需要它 它是社会的一个外在的部分 但是为什么科学家可以 原来的时候就是到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英国的这个化学什么都还是叫皇家学会 那是这个非职业化的 就是一些这个自由活动 但是到了这个 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职业了 科学家成了一种职业 为什么是它已经和这个社会连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变革 使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 同样的呢 科学技术也越来越通过机器的改进 进入人们的生产过程 成为生产力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啊 就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这种结合 是通过机器的改进 技术改进的需要而实现的 所以他认为他指出 他说在大工业的发源地 英国水利的应用 在工厂手工业时期 工厂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占了优势 早在17世纪 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墨 也就是两套墨 但这时传动机构的这个规模的扩大 从水利不足发生了冲突 这也处使人们更精细地去研究 摩擦规律的原因 是不是研究科学 我这个技术要改进我就需要科学 同样靠墨感 一推一拉来推动的墨 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 这又引除了非能的理论和应用 非能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 就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 那么马克思尔说了什么呢 就是机器的出现产生了生产对科学和技术的需要 所以科学技术才进入生产过程 成为了现实的生产力 成为了现实生产力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 科学成为生产力 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而是什么 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结果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历史的 这是第一个 马克思强调的第一个观点 那么马克思认为了 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是生产关系的内容 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是生产关系的内容 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才呈现出价值的意义 就是在为什么以前的生产都不能呈现出价值的意义 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它就呈现出价值的意义 它说这一点呢也刚好是科学技术和资本生产结合的产物 为什么这样说呢 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科学技术 而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的应用 既是生产力的 技术革新的过程 也是生产力的价值赋予的过程 就是我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我进行了科学技术革新 同时也赋予了生产的这样一个价值 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赋予生产力的价值 它有肯定的价值和否定的价值 它有两个方面 那么从肯定的价值来说呢 马克思就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通过机器生产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 那么它就改变了自然力的性质 从而改变了能与自然之间的意义 自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在这个方面马克思认为 生产力的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把自然力进入生产过程 成为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 而自然力就获得了社会价值的过程 也就是说自然进入了能的社会过程 进入了社会过程 这也就是能和自然之间的价值形成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 自然和人如果没有价值关系 自然是没有历史的 自然是没有历史的 自然之所以有历史 它能成为结合成历史一部分 是因为它和人之间有一种价值关系 有一种价值关系 而这个关系呢马克思说 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生产过程所造成的 就是机器生产的进入过程造成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了 自然获得的社会价值越大 人对自然的认识就越深刻 征服力就越强 而这一切呢只有通过机器生产才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大生产应用机器的规模协作 第一次使自然力 风 水 蒸汽 电 大规模的重塑于直接的生产过程 使自然力变成了社会劳动的因素 就是这些全部成了社会劳动的因素 所以呢这个 它说这些自然力啊 比方说这个农业当中的很多这个控制 它本来是没有自然力的 也不是人类劳动产品 但是你借助机器这些东西全部都吸收过来了 就说通过了我们说这个空气水 它怎么呢 它通过了这个劳动加工以后 它就有价值了 我们讲的这个马克思福日 关于这个商品的定义有一个 就说如果要是你是自然的东西 你没有经过劳动的 它有用 它有用 但是没有价值 比方说水 空气 它没有价值 但是呢你经过劳动加工的 它就有了价值了 有了价值了 所以这个过程呢 也就是赋予这个 赋予这个劳动 赋予这个生产过程呢 它有自然力 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啊是把生产力定义为 技术意义和价值意义的统一 并且把价值意义作为生产力的值的规定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层含义啊 就是把自然力啊 赋予了它的这样一个价值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马克思分析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过程 对于带动生产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 就是马克思认为由于机器生产 生产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科学 于是科学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以这个经验科学分离开来 它说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强调啊 科学的发展呢 是人类理性进步的标志 这个科学啊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啊 它是人类理性进步的标志 那么这一个呢 它这个科学和生产的结果呢 又推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 这一切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个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可见呢 这个科学技术成为一个专业的部门 成为职业而独立发展 是生产需要的结果 是生产需要的结果 那么反过来呢 科学技术只有和生产结合成为社会的财富 才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这就是生产 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 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意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 可以说它进入生产了 这个机器生产了 它的一个 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发展的一个积极的意义 那么科学技术成为独立部分 以后又反过来 推动了这个生产和科学的这样一个结合 使科学技术啊 能够成为直接的生产力 直接生产力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啊 科学技术啊 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呢 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但是马克思啊 通过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啊 已经揭示了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趋势 这样一个趋势 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 那么在否定的意义上呢 就是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架子啊 表现为一种异化现象 表现为一种异化现象 什么是异化现象呢 所谓科学技术的异化 首先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生产 这个科学技术本来是一种发现发明啊 现在它全是服务于资本的生产 它本来是跟资本生产无关的 它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致富 这是它的第一个异化现象 第二个异化现象呢 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的异化 所谓科学技术生产过程的应用的异化 是指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的应用 不是为了解放功能 发展功能的智力和专业 恰恰相反 它是使功能从属于资本 是要压制功能本身的智力和专业发展 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异化 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 就成为通过发明机器 利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排挤功能 加剧功能的平衡化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具体表现呢 就是由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 抽掉了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经验基础 个体的创造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而使用机器呢 使得简单劳动代替的熟练劳动 不仅大量的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 而且把越来越多的同工和富力转入生产过程 造成了庞大的产业货备军 这样科学技术就以异化的方式 呈现出生产力的价值 从而也呈现出科学技术自身的异化价值 所以这样呢就是马克思就强调啊 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呢 它同时呢会带来一种负面的价值 那么这个负面的价值呢 可以说也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否定性力量 这个可以说这个所以对科学技术的 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批判呢 后来也成为这个一个方向 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 这是马克思啊 关于科学技术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最后呢 介绍了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以后啊 我们讲一下恩格斯啊 在马克思目前的讲话 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目前讲话当中呢 可以高度的颂扬了马克思遗孙 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这个贡献如果从思想领域上看 思想领域上看 我们可以把它开口为三点 开口为三点 一个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 一个发现了人类历史规律 第二个发现了剩余价值 第三个就是说他指出了科学及其技术的运用 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就是我们以前在讲马克思的理论发现的时候 讲前面两个后面一个不讲 但是随着这个20世纪啊 人们对这个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的正式 对恩格斯后面讲的这个 接着讲的一段话 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 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 都使马克思感到忠心喜悦 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 对一般历史发展 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 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 例如他曾经密切注意 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 不久以前 他还密切注意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所以对于恩格斯的这样一个 强调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个发现 很多人就忽视了 其实这个思想后来 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 就是说当时很多人看到了科学的发现 一个科学的发现 科学的变革 对于人们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 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 对于科学自身进步的意义 但是却没有能看到科学的发现 通过生产力 通过机器生产 而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变革 这个意义是没有认识到的 而这一点是马克斯解释出来 所以提出科学技术师生产力 是马克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成果 一个重要的成果 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所以我们也把它开阔进去了 最后呢马克斯 这个恩格斯还赞扬了 就说马克斯是一个革命家 就说从他的实践活动当中 他对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实践实际的贡献 就说因为马克斯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他毕生的真正使命 就是以这种和那种方式 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局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 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 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斗争是他生命要素很少能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 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所以这一点呢就强调 马克斯之所以能够在他的理论上提出发现 那么是和他的实际斗争 和他的理想和他的志向啊 他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说 马克斯作为啊一个革命家 他的一个实践活动 对于人类这个历史发展的 这样一个意义 包括马克斯我们也说了啊 他在实际的革命当中 也参加了这个第一国际啊 共产党宣言就是 马克斯恩格斯为第一国际起草的 一个纲理性的文件 那么包括这个第二国际的建立 马克斯啊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一些思想 那么恩格斯的这个概况呢 可以说像我们展示了 马克斯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马克斯的实践维吾主义学说 和他作为实践的维吾主义者的活动 是一致的 他的实践维吾主义的批判精神 和实践精神 就是他的革命实践活动 他的人格境界的理论升华 他的哲学对人的异化的批判 对人类解放的期望 对共产主义的憧憬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沉思考 都是他的哲学 人格精神的创造和展现 正是这样 正是这样一个哲学品格 体现了马克斯哲学的实质 也构成了马克斯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所以马克斯主义哲学 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点是什么 他不仅有理论 而且有这个理论当中 所要展示的人格境界 有这个活生生的人的本身 所以马克斯哲学 他是有能格境界的 是包括他的品德的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 马克斯哲学的能格境界 我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哲学 这就是我们讲授马克斯主义哲学 特别讲解马克斯主义哲学 所要强调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而且正是马克斯的他的能格魅力 他的能格境界 影响了一代一代的马克斯主义哲学家 才会有马克斯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创造 和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后的这样一个发展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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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